萤火虫的季节大约是在每年的4月还有5月 萤火虫漫舞在台湾山林各个角落 而这时候也是游童花还有绣球花开的季节 白天赏花晚上追随萤火虫的踪迹 花林的赏银地点也有鲤鱼潭的自行车步道 池南森林游乐区 大农大富森林游乐区 都可以找到萤火虫的踪迹 每年3、4月份台湾各地便陆续会有萤火虫现身 由于都市在环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下 现代人想要看到萤火虫变成了一种奢侈新鲜的行为 花莲人就相当幸运了 不用走多远就能够在花莲的鲤鱼潭 欣赏到萤火虫漫天飞舞的浪漫景致 3月份跟4月份是赏银的季节 目前这个林物局它已经展开赏银的活动了 在3月底就开始了 那李义潭也在下个月就要 环境部到就要展开萤火虫的赏银的活动 也有一个解说研来解说 让我们花莲还是外地来的游客 可以欣赏到一个夜间的萤火虫 而管辖单位林物局花莲林馆处以及花农众馆处 也都安排了解说员 为游客解说自然生态中的萤火虫的生态环境 尤其在清明节过后 4月中旬到5月下旬左右 银矿更是银矿达到最高峰 漫步在大自然的星光大道里 在山林间飞舞点点星光 是最浪漫的萤火虫季节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